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爱的职业 还能有着千万年薪 真希望自己也能活成这样 可是 今天过人均就给大家的这个美好的憧憬 泼泼冷水 成为NBA球星首先有道侃 很多小伙伴就不愿意过伤病风险 常打球的小伙伴 崴脚 断指甲 仿佛成了家常便饭 而更高对抗强度的NBA比赛所受的伤更为严重 且风险更大 接下来通过以下这些受伤瞬间 带你看看千万年薪背后的不意 威少打球向来很猛 在场上横冲直撞 于是受伤的风险非常大 在早年间一场比赛中 威少的脸被撞到 当场凹陷了一个洞 看着令人吸冷气 再来看看球员受伤的瞬间 当年劳森进攻时 一个挥肘就把麦尔斯的脸打到变形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啊 可这就是NBA级别的对抗强度 那么20年前 对抗更为激烈的NBA受伤风险有多大 当时著名球星卡尔玛隆 一副铁肘文明侠尔 粗壮的麒麟臂让 这对尔铁肘极副杀伤力 曾在一次防守中 一肘砸在微笑刺客托马斯脸上 托马斯眼角开裂 下场同了40多针 同样是对位马龙 当年海军上将罗宾逊同样被肘击到头部 当场休克 现在想想 让你挣罗宾逊的那份薪水 去挨马龙那么一肘 你还愿意吗 可这就是这些球星曾做过的选择题 在NBA打球多年 小伤小病可以养好 但一些常年累月形成的不可逆转的伤就难以恢复 布泽尔的手指成为这个留着大胡子 外形粗犷的男人永远的遗憾 而马良当年为了不缺席季后赛 忍着手指脱皱的生痛作战 也留下了这根可怜的小拇指 当幸运女神稍微远离这些球员 他们所受的伤就比以上这些惨烈多了 当年利文斯顿快攻时的断腿瞬间 看过的小伙伴绝对不忍心看第二次 而国家队训练赛上保罗乔治追逢哈登 不幸没站稳 脚底带了篮架上 造成小腿90度 骨折 看得现场观众和球员一阵心酸 或许 当这些球星的脚趾变成畸形 胳膊上伤发累累 身体机能消耗极高 难以拥有健康稳定的退役生活时 他们才能赚得千万年薪 过亿资产吧 只是 有多少人会像他们一样愿意付出这些代价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任何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 都有难以言表的不意 所以 不要只是一味的羡慕球星们的收入了 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吧 糊涂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